ink server完了之後 我們接下來要查看影像 所以我們要寫一個image server 這個image server 就必須要稍微有點處理 什麼意思呢 這個程式開始變大了 各位請小心 我一樣引用http 但是呢 接下來我再引用一個fs 這是什麼 file system的簡稱 檔案系統 fs 另外再引用一個叫uil的東西 uil就是指這種網址 這種網址叫uil 因為我接下來必須要根據你的請求 到底是什麼 我做不同的回應 所以我們需要檔案系統和uil 如果你請求的是一個影像 我必須要把那個影像讀出來丟回給你 如果你請求的是一個檔案 html的檔案 我必須要把這個html檔案讀出來丟回給你 而且我要告訴你它就是html 我要告訴你它就是一個某種形態的影像 這樣子瀏覽器才會正確的呈現 那我要怎麼做到呢 為了方便起見 我先把一些像剛剛那些回應的那些程式 我先寫成一個函數叫response 這樣子我在裡面呼叫好幾次 我程式碼就不用一直重寫 那這是函數的功能 接下來呢 一樣我們要建立一個server 建立完server之後 就沒那麼簡單了 我們必須要根據它對方給我們的路徑 到底是什麼 我要取得路徑 所以我要用 url.pass 去把那個url給pass出來 然後呢 這個東西其實叫pass 我覺得好像也怪怪的 反正它就是一個url 那這個url 就是網址 網址裡面有一個欄位叫passname passname就是那個路徑名稱 那我把它印出來看呢 目的是知道說 到底現在對方的請求是什麼 我們先執行一次 各位才會知道 那如果錯誤的情況之下 我會傳回404 如果正確的情況是點jpg的請求的話 我就會傳回整個影像檔 如果是點html請求的話 我會傳回整個html檔 那最後結束 執行的過程大概像這樣 node image server 一樣它跑在localhost的三圈 每次有請求進來 它就會印 印出它的passname是什麼 那所以第一次它請求的是index.html 第二次請求的是image.html 第三次請求的是ccc.jpg 那這個是請求image.html的情況 OK 那我們就來執行一次 但是這個程式 由於它牽涉到的不只是一個檔案 所以請你不要直接下載這個js 因為它還有一些影像檔 還有一些html檔案 所以請你下載下載 直接下載這個server.zip 把這個東西下載下來 存檔 在finder中顯示 然後我這邊用K卡把它解開 解開之後它會跑到下載項目 這不是我要的 我想要讓它跑到的是 就這個 放在ccc底下就好 好 所以我現在ccc底下 有一個叫server的資料夾 裡面有一堆程式 其中有一個叫做imageServer.js 我現在要去執行的是這個 所以我要先把剛剛的這個linkServer 先關掉它 然後我切到server資料夾 裡面有一個imageServer imgServer 我就執行它 好 一樣它又跑到local cost的3000了 這時候我們執行一下 你會發現 哇 一開始它就404not found 為什麼 因為 因為底下沒有那個檔案 它沒有給路徑 就代表沒有指定檔案 這個Server 一定要指定檔案才可以運作 你指定了index.html之後 你會發現它底下有這麼多個東西 第一個是hello 它會印出hello你好 這是一個hello.html 你可以看到它的網頁圓詞長這個樣子 就是hello你好 第二個是image 它會有地人載下小弟我的照片 好 那 再來 第三個 ABC 這個檔案根本就不存在 所以它就傳回404not found給你 第四個 它是一個表格 對不對 form gate 這種表格的檔案 第五個是 另外一個表格的檔案 OK 所以這個伺服器看起來是可以正常運作的 你在看這個image 裡面它的原始碼是什麼 image.html 裡面有一個image.srccc.jpg 代表說其實有一個檔案叫ccc.jpg 好 欸 抱歉 這是viewsource 這樣看不到 我 這裡 有沒有 它就是那個圖片 如果我輸入jpg檔 它就是那個圖片 這樣子它html檔裡面才有辦法正常的顯示出來 因為我提供了jpg檔的回程功能 好 那 這裡如果你直接打開這個資料夾去看 你就很清楚看到 這裡有一個ccc.jpg的檔案 對 就是我的照片 這裡有一個phone gate 就是剛剛那個phone gate phone post 有一個hello 就是這個hello你好 img 這個檔案 就是一樣是那個照片的部分 這個index.html 就是 就是那個 有好幾個檔案連結的那個網頁 我把它打開 用區域的方式打開給你看 你就知道 我區域的方式打開 請注意網址不一樣 但是它一樣可以動 OK 所以剛剛那個程式做了什麼事 它只不過是把這個東西上網 就把兩種檔案可以上網 一種是HDMO 另外一種是影像 jpg檔的影像 除此之外 還沒有支援 目前這個程式只支援這兩種檔案 好 那它的程式長什麼樣呢 我們稍微看一下 它的程式 它現在做了什麼事 它說 第一個 我先取得 連結這個物件 連結物件裡面有一個叫pastname的東西 這個欄位 這個欄位呢 我取得之後 你看我這邊寫home等於點 home等於點的話 各位知道點是做什麼用嗎 再 打開一個 我如果在這邊寫cd點的話 我現在 我現在 等一下 對這個資料夾目前在csiemqu裡面 那 如果我寫cd點 在pwd pwd就顯示目前資料夾 它有沒有改變 沒有改變對不對 我如果寫cd點點 在pwd 結果它跑到哪裡 這有點小 我剛剛一直cd點沒有用 cd點點之後 它就跑到上一層了 本來是在users的csiemqu 現在跑到users裡面 回到上一層 所以點點是什麼意思 點點是上一層的資料夾 那點是什麼意思 點是這一層的資料夾 點代表的就是這一層資料夾 好 所以呢 我現在這裡 這裡的程式說 readfile home就是那個點 一點就是代表 這個資料夾底下 它有一個檔案 叫pacnet 這個資料夾底下 有一個檔案叫pacnet ok 當然如果這個資料夾底下 還有指資料夾 指資料夾底下 還有檔案的話 也是可以 它這樣可以找到 ok 好 那我這邊呢 呼叫檔案系統去讀檔 讀哪一個檔 讀這個資料夾底下的那個檔 好 讀到之後呢 會交由這一個回呼函數來處理 好 像我們上次講過的回呼函數跑出來 對不對 回呼函數 當我有需要的時候我就呼叫你 你不要呼叫我 當我有需要我就呼叫你 好 這就是回呼函數的用途了 那現在呢 當它讀完這個檔案之後 那它就會呼叫這個回呼函數 它第一個參數是一個er 就是error 就是錯誤訊息 會有第一個參數傳回 第二個參數就是那個檔案的 物件 檔案的物件 傳回來 好 那 這裡如果有錯誤 if er就代表如果有錯誤 也就是error它不是一個undefined 也不是nual的情況 它有錯誤了 有錯誤了我就回應說 ok這個檔案找不到 404 not found 檔案找不到 然後就return 就直接跳開這個函數 離開函數 但是如果沒有錯誤 那我就看它的路徑名稱 最後是不是.jpg 如果是的話 那應該它要的是一個影像檔 所以呢 我就把那個檔案當成影像檔 的格式傳回去 200ok 就是正常傳回 200代表正常傳回 那如果不是jpg呢 那我就認為它應該是一個html檔案 所以我就把那個html檔案 讀出來然後傳回去 好 所以這個程式寫了這樣 所以它可以運作在jpg檔和html檔 兩種檔案型態的系統上面 其他檔案它不認識 目前只能處理這兩種檔案 好 所以呢 你可以輸入192.168.60.1013000 然後後面加上 index.html來試試看 你也可以自己把 剛剛這一個 這個zip檔 整個下載下去 然後一樣用 用 不是這個 這個嗎 對 用這一個程式 你看 現在已經有在動了 有人在連我的 所以我這邊一直動 它一直印 可能有同學剛剛連了我 現在在連我的 所以有人連進來 有人在看phonepost 有人在看abc 有人在看img 所以我就知道說 欸 目前 誰在看我的網站 那看的是哪一個網頁 所以你一個web server 這樣子它的雛形就開始 逐漸的呈現了 OK 這有用喔 有人開始 開始發現 欸 這好像是一個很有意思的東西 那也有人連fave icon 這個fave icon是什麼呢 就是說 你進這個網站 那個瀏覽器會自動去找 有沒有這個fave icon fave icon 如果有的話 它會放在這裡顯示一個小圖示 OK 所以有時候會看到fave icon 是這個原因 OK 當你打根目錄的時候 它瀏覽器會自動去找 有沒有fave icon 好 好 那其他的 因為我沒有放fave icon 所以就沒有 你找他也找不到 那但是有人放 這個就會找到 這個也會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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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除了不存在的檔案 它就會傳回 那放 好 大概這樣 各位可以先試著 自己稍微架一下這個程式 然後仔細看一下 它裡面的結構 包含程式碼 和它其他的檔案內容 稍微看一下 好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我們先休息一下